15本奥迪流还能不能玩了?秀术目前是不建议玩了 因为只能欺负一些低防的或者极少数的阵型 但是在奥迪流的技术上我们可以改进一点东西 把飞艇气球换成超弓或者超法 三平就像改成一平再带几平隐形法术 也就是和之前的闪内边打法差不多 我们部落站先找个没有被打的对手 点击进攻尝试一下 因为很多粉丝之前都是跟秀术一起玩奥迪流的 这次15本出来以后奥迪流有点虚 那么同样的手法坏了几个兵以后看看效果怎么样 看这个阵空气暴吹左侧和右侧 那么大部队方向选择上防 双王打天影和之前奥迪流的思路都是一样的 蛮王断边往左侧下一点双王搞起 本想龙宝收了江东炮 既然有陷阱那就算了 等蛮王过去顶着以后下女王 上边直接火龙气球龙起一字滑 派出兵人保护女王飞艇跟上游王 需要注意的是飞艇不是落在大门头顶了 而是保持让超跑功能达到的距离 这个大家多尝试几次习惯了就好了 如果想野员兵就等飞艇的几个哥布林跑出来以后再下引行 不想野员兵就提前引行 不过等独要法术塔出来以后 大多数都是要提前引行了 在复制法式弓箭以后狂暴连续隐身 他只有几个猎手跑出来 估计还有一条狗在城堡里 本想提前引身直接偷了城堡 但是有一只哥布林跑出来引出来了狗 不过问题不大 这样把中心掏空以后就没上什么东西了 排除日土收尾 同样是和奥地流用了差不多的法术空间 能打掉比奥地流更多的东西 其他的配品思路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到了15本呢 秀书是建议这样搭配的 而且这个15本 目前最简单三星率最高的也就是这个流派 适合大多数玩家 断边一次划永不过时 剩下的英雄技能和这么多龙轻松三星 至于是飞艇先手还是飞艇跟大部队 用无敌保住需要看阵型再决定 因为好多小伙伴问秀书15本 最简单的三星打法是什么 因为我感觉这个打法是最容易的了 而且简单使用 赶紧跟秀书划起来吧 等会儿 好